所以他加入博士学会 是为了宇宙科学的分享和风险 没错 要知道 拉迪奥教授总共开设了52门课程 但是他把人骂哭了 哎呀 岩石出高徒嘛 所有坚持到最后的学生 都成为了某个领域的专家学者 确实 但是他把人骂哭了 愚钝是一种顽疾 治愈的过程当然要伴随痛苦了 所以他才叫真理医生嘛 但是他真的把人骂哭了 他的创造让许多世界得以进步向前 而不只是孤方自杀 好哎 那我要光明正大的 做软眉女士的实验中的狗 那个 小飞老师 人不能 我代表我个人 要求给予所有开拓者 接受知识教育的机会 在1.6版本 万物接流活动月前开放的同时 所有解锁邮箱功能的开拓者 均可通过邮件 获取一张限定五星角色 真理医生 也就是比人 用人会以自己的方式 创造拥有率最高的角色 就是这样 告辞 好的 这就是你开头说的小忙是吧 骗我可以 注意次数 注意次数 嗯 啊 嗯 嗯 啊 哼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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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